一位探险家在野外发现一处山洞 打开手电一看 居然发现了一个手提油灯一动不动的老人 赶紧在出口处放下绳子 让狗狗在入口处等自己 便走进山洞一探究竟 眼看越来越近 结果老人不声不响地就向黑暗中走去 看向洞口一闪一闪的亮光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突然黑暗处传来一声尖叫 吓得博士赶忙逃离了山洞 结果出来发现天黑了 狗狗也不知去向 回到车前发现早已长满藤蔓 车子电辆耗尽也无法启动 下车看到同样爬满荒草的另一辆车 在地上居然发现自己孩子的书包 知道他们一定是寻找自己来了 再次回到了洞中 留下荧光棒作为记号 可下一个荧光棒就那么停在了空中 心中急切的博士没有多想 随着迈出的脚步 荧光棒再次掉在了地上 而在这两天前 一群年轻人来这里寻找博士 顺着绳子找到了山洞 担心博士的众人走不进去 只留下了胆小的波笔 随着绳索的下降 他们也感觉到不一样的透明节节 正当准备向前探险的时候 前方传来刺耳的呼喊 吓得小美二人转身就跑 爬回绳子就准备离开 可这时的绳子突然断裂 泰勒抓起另一根绳子同样如此 怀疑留在外面的波笔砍断了 赶紧用对讲机联系波笔 令他们惊讶的是 对讲机的声音在他们的远处传来 众人赶紧向前寻找 发现了一个一直闪光的洞窝 还有一根同样断裂的绳子 下一秒在巨视下发现了波笔的尸体 利用投影查看摄像机 原来留在外面的波笔 居然等待了他们一天 而他们只在山洞内待了几分钟而已 没有食物的波笔决定寻找他们 顺着博士留下的绳子便爬了下去 结果喀巴一身绳子同样断裂 就这样掉下去 为了弄清楚究竟怎么回事 大美决定徒手爬出去一探究竟 这个女人爬出山洞 结果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原本绿玉匆匆的树林消失不见 整个世界都变成毫无生气的死灰色 忽然看到天空漂浮着一个三角形状的物体 吓得赶紧返回洞中寻找伙伴 结果大家都在质疑大美到底爬到洞口没有 因为只过去了两秒钟 直到大美给他们看了自己的录影 这回大家才相信山洞里的时间跟外面完全不一样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断 再次查看波笔留下的路 发现波笔掉下山洞以后 被一个人杀害 为了大家能够离开 大美背起绳子再次爬上广地 这时在录影中发现那一次次的神光 并不是日出日落而是季节 每次的闪光代表着地球几百次的攻转 这时洞口突然下来一个竹竿 转眼就变成了梯子 大美赶紧顺着梯子向上爬 结果看到一个巨人正在往下爬 爬下来的巨人没等站稳 突然窜出个野人就扑了上去 神秘的山洞同时存在了三个时代的人类 很快未来人就将原始人困住 现代人害怕地赶紧离开 未来人触碰开关梯子就这么收回手中 紧接着就追了过去 这时众人来到一个充满火把的洞中 通过照片辨认 这人正是博士的父母 此次博士探险正式来寻找他们 抬头看去 一群野人还在分食美味 这时发现了泰勒 眼看送到眼前的外卖 三人便对泰勒发起了攻击 面对众多野人泰勒很快招架不住 被野人按在地上摩擦 再次返回的小美发现凉透的泰勒悲痛目击 这时身穿盔甲的未来人也追到这里 却直接向里面的泉水走去 掏出采样器进行一阵分析 正要离开石一把推开小美 拉起泰勒的尸体就拖入了水 片刻之间泰勒竟然奇迹般的活了 这个身穿盔甲的外星人 拖着一位隐恨西北的地球人 将他放入泉水浸泡 下一秒地球人竟然活了过来 原来这里就是人们追求的不老权 引来无数探险家 当然还有一些原始人 未来人面对原始人的攻击 居然招架不住 很快便被对方摘下面招了 接受不了地球环境的他很快就呼吸困难 掏出一只磁条控制住一个原始人 面对另一个人的攻击 很快没有还手之力 这时小美抓起地上的磁条交给他 瞬间将另外一位原始人困住 面对众人的提问 语言不通的未来人打开了全息投影 原来洞中待了只有几个小时的他们 不知道洞外已经过了数千年 人类已经无法适应地球的环境 坐着先进的太空飞船 准备移居到火星 这时泰勒发现了博士的背包 证明他也来过这里 顺着另外一条路寻找了过去 果然在不远处发现趴在地上的博士 顺着博士的指引 泰勒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原来这里还有比煽动时间更慢的区域 那里困着博士的妹妹 还有古代的战场停在半空的瀑布 一切的生物仿佛静止了一般 博士知道自己已经没救了 告诉泰勒回去保护自己的女儿 泰勒把波比的尸体泡在了布朗泉 转身刚要去救博士 这时原始人再次出现 大家赶紧不慌不忙地逃离 来到洞口放出未来人的梯子 众人开始爬了上去 结果上面不知何时出现了水 大美尝试地把手伸了进去 突然一只尖掌就把他抓住了 原始人好奇地看了一眼梯子就按了下去 众人掉下去的同时 大美也被神秘生物抓进了水中 并帮他带上了氧气面罩 再次看向众人仿佛静止了一般 只平静一挥的水面 突然钻出几条绳索 准确地抓住了每个人 原来是被救的大美 利用洞外的时间差 成功地将他们救出山洞 再次钻进的绳索仿佛有感知意外 将波比与博士都救了出来 动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以当今人类的科技 还有不老权的加持 移居到火星那也是手拿把架 真是脑洞大开的一部科幻局